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品有许多不同之处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和光同城与歌迷一般 用光和希望作为主体情感 由于它是一首LST 背景也是围绕了《大疆大恨2》来展开的 为什么我会意外周深会去唱这首歌呢 甚至把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动情呢 首先这首歌的故事感非常的重要 要想要演绎得好 这首歌的情感 那么必须就得经历过辛苦的生活 可能会有人说了 同样都是声音 难道没有经历过生活就演绎不好吗 演唱不仅仅是声音的表达 更是一种内心的趋势 只有经历过故事的人 才能够将故事背后的情感 演绎出打动人心的效果 我们并不能够感同身受的 去知道周深吃过的苦 但从歌曲当中 我的确感受到了一种 经历过辛苦之后 对未来生活的一种向往 其实周深的歌曲呢 一直以来都是以情感渲染力为主的 如今他演唱这首歌 以故事背景为主的歌曲 确实是让我意外 不仅于此哦 这首歌的key对于周深来说 也是非常低的 对于普通歌手难度并不高 但对于周深来说 是与他擅长音韵相违和的 声音去演绎出故事背景 与向往光的一种坚定心态 周深的声音呢 本身就具备纯净的条件 就像怀揣着梦想 以赤子之心 努力与未来拼搏和建设 这对于整体的歌曲主题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但从科技演绎的角落来看 这对周深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此他能够将歌曲演绎的 如此完美 我很意外 而让我意外的重要因素 还是因为他的驾驭能力吧 周深出道以来 一直以不同的风格去演绎歌曲 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例如达拉邦巴 笑之歌 自身庸才等 有多重特点的歌曲 这对于唱功来说 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然而周深不仅表演得非常精彩 更是突出了他的歌曲驾驭能力 直到这首《荷光同城》出现之后呢 再次刷新了驾驭能力的底线 似乎对于他来说 很难有驾驭不了的歌曲 驾驭能力强 对于歌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意味着 他们能够适应更多的风格 以多元化的发展 现在情况来看呢 似乎周深的驾驭能力 还没有展现的真正的底线 或许未来他能够闯出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地 优秀的歌手都是有特点的 好比周杰伦的模糊唱腔 华晨语的高音 每位歌手都有自己独特之处 而我认为周深的特点 能够成为乐坛的长青术 周深有什么特点 台阶周深的特点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纬度很大 既可假难高 又可驾驭青年音 女音甚至还能够以戏腔 来融入歌曲之中 抛开声音的样素不谈 要想再乐坛成为长青术 那么首先就要有个好的人设 例如周杰伦 让人一想起来 中国风就想起了他 多年来的各种行为 都是属于正气的 当然了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他的创作天赋 而周深呢 人设更为普遍了 当初他的代表作有大鱼 他也曾经在节目中表达过 以前总有人说 听那个人就是唱大鱼的周深 而周深对此呢 是非常感动的 因为他的梦想已经开始了 然而如今周深的曲目 已经逐渐普遍化了 《勤赌心一个梦》 《达拉崩巴》等多首歌曲呢 也已经成为了人们对他的印象 周深的人设更是以温暖 有礼貌 有梗等多方面发展 都是正能量的 也非常受听众的欢迎的 一个以纯粹音乐梦想先行的周深 用不平凡的经历 体现出了平凡的生活 成为了乐坛的长青术 完全有很大的可能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